好多了解我的老粉丝都知道 我在去新疆做和田鱼之前 我是做虫草的 现在正是新鲜虫草的季节 咱们有一些老客户 让我给他们发点货 然后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虫草市场 大家知道新鲜虫草 什么时候会涨价 什么时候会降价 一般只要市区 就是说县城里面下雨的时候 这个新鲜虫草一定会涨价 因为山下下雨 山上就会下雪 有一些小伙伴们知道 这个挖虫草的这个环境 就是说是在那个草皮里面 虫草只长出来这么一点点头 然后就要靠着这一点点头 然后去发现虫草 如果一旦下雪的话 雪是这么厚 这个草头就发现不了 只要一下雪 然后很多挖虫草的就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虫草 然后只有在帐篷休息 山下的原先有的货就会涨价 这一个摊位上的一包虫草 起码都是价值几万的 甚至有一些大一点的包 得上10万了 这两个人正在商量面前的虫草摊位上的虫草 直断前一根 这是我给咱们老客户准备的虫草 看这个劲儿怎么样 来刷一下 从山上下来的这个虫草啊 它外面都会裹着这一层泥巴 这个泥巴里面是一层这种白白的绒模 这样剥开 它这一层绒模 就是有一点点泛这个红色 一般刷虫草不是这样子的 刷虫草直接就对着泥土这样 就是像咱们拿回去以后啊 收到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草头和这个虫体连接处的这里 要洗的时候一定要多洗几秒钟 因为这边的泥土最多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断草 什么是断草 就是在刷草的过程中把草刷断了 小白再刷一下虫草 哎兄弟 这样刷一根自己吃一根 刷着吃着 刷着吃着吃吃完 刷完以后的鼻血全都流出来了 这一包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一颗的草草 然后这些都是刷干净 就给它包装起来 就是霉根 都是这种独立的试管包装 小伙伴们看一下现在什么时间了 凌晨的2点15 咱们现在终于到了咱们自己的工作室了 看一下楼上 会不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看到我现在是蓬头购面的 看一下 鸡汤 还有我最爱的湖北的干姜豆 我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 然后今天一路从青海过来 整个人就很虚弱 就傻掉了 好了我们要好好吃饭了 拜拜小伙伴们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第一次会办 拜拜 给你帮我吃饭了 谢谢大家